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十几位女性被杀 但警察毫无头绪 在城市的另一端生活着富有音乐才华的盲人 除了在音乐方面造诣颇高之外 她还拥有一个嗅觉异常灵敏的鼻子 甚至她的鼻子凭着气味就可以找到散发源 在感情方面 她对漂亮电台主持人玛丽情有独钟 但玛丽对她似乎没什么兴趣 在一场舞会上 盲人被玛丽误认为是跟踪狂 而实际上她是被请来的音乐家 在这个特殊的场合 盲人献唱一首情歌 向玛丽表白了自己的心计 并表示靠自己的鼻子就可以知道玛丽所在的位置 于是玛丽就和盲人打了赌 验证盲人是否对自己是真心 在电台播报中 玛丽给盲人一个暗示信号 考验盲人是否能够找到她 盲人很快破解了密码 知道玛丽在一个车站等她 但没想到的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连环杀手 居然也破解了这个密码 就在盲人赶到车站时 杀手已经将玛丽迷晕 并当着盲人的面向她带走 听到玛丽借着掉落的声音和她越来越远的味道 盲人知道她遭遇意外 但赶到现场的警察在勘察完之后却毫无线索 玛丽被杀手带到了一个地下室 但机制的她并没有直接求饶 而是和杀手打了一个赌 赌盲人能在七天之内找到她 令人意外的是杀手居然答应了这个条件 她将玛丽关在密室中 然后出门继续寻找猎物 一个妓女成了新的受害对象 并在玛丽面前直接被砍了头 第二天妓女的尸体在乱尸场被发现 盲人和助手赶紧跑了过去 发现不是失踪的玛丽 心中稍微舒了一口气 同时抓紧了寻找的步伐 她来到警察局要帮助警察破案 但警方根本不相信她的能力 在一名老警察的帮助下 她和一个被杀手重伤成残疾的女警 成为了追踪搭档 他们通过过去的案例分析 得知了凶手的相关情况 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后 还原了杀人犯的犯罪现场 在他们探寻最后一个受害人现场的时候 一个踢球的小孩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当受害人被失踪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一条小狗 盲人和女警推断 杀手利用流浪狗博取女性的同情心 然后在对方没有防备时将其打晕并绑架 他们将消息发布在网络 提醒广大女性出行时避开带狗的男士 一名女孩看到消息后幸运地躲开了危险 这让杀手愤怒不已 发誓要报复盲人 被杀手跟踪的女孩最终还是被杀害 遗体还被放到盲人家门口 但这个动作让鼻子灵敏的盲人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尸体上能闻到猪的气味 因此他推测玛丽被关在养猪场 盲人又发现其中受害的四名妓女都出现在一个叫梅土的地区 因此他们认为凶手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可能是个养猪场主 他们假装伤犯走访了这儿的所有的养猪场 但却因为偶然错过了凶手所在的养猪场 就在这个时候闻风而来的警察队长也来到了凶手所在的养猪场 但毫无防范的他瞬间被凶手制服 并在玛丽眼前被砍下了头颅 盲人此时决定以身试验引杀手出来 他晚上故意一个人回家 果然埋伏在一旁的杀手打算开车撞死他 但却被盲人的助手及时出手救起 可惜助手又在跟踪杀手车辆的时候被杀手设计杀死 女警想起自己在大学校园曾见过凶手一面 于是回到了校园查看监控录像 确认监控中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就是凶手 又通过他人询问得知这个人右手有残疾 很快他们就通过宝马汽车的销售人员 确认了杀手所在的位置 他们再次来到疑胸的养猪场 并巧妙地偷走了地图 另一边的玛丽被允许走出密室活动 结果她发现在密室的外面是两间牢房 其中一间里面是一具警察的枯骨 另一间则是一个棚头垢面的老妇人 发现被关的还有一位老妇人 老妇人告诉玛丽 如果给她香烟 她就说出杀手的故事 玛丽想办法从杀手手中片里和香烟交给了老妇人 在吞云土雾中老妇人说出了旧事 老妇人是杀手的孤儿院老师 因为小时候杀手做了些不雅的动作 经常被这个妇人惩罚 结果是她长大后心里产生了扭曲 并将老妇人囚禁在了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杀手在每次杀人前都会把她放出来 然后跪在她面前忏悔 似乎要把罪责归于她的老师 另一面盲人和女警拿到地图后 他们在夜晚时分展开了行动 两人完美配合来到了杀手养猪场 并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此时正是七天约定的最后时刻 杀手也对玛丽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就在她举刀砍下玛丽的头颅时 地下室的店员被盲人他们切断了 凶手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她和盲人在黑暗中展开了战斗 昏暗的环境帮助了盲人 她很快就制服了凶手 并用脚铐死死地锁住了她的脚 盲人虽然受了伤 但她还是忍着疼痛救出了玛丽 结果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爬着过来的杀手哀求玛丽不要走 原来她把玛丽幻想成了她少年时的女老师 看到此景又从老妇人嘴中知道了杀手的过去 心地善良的玛丽给杀手留下了脚靠钥匙 然后和盲人快速地离开了 但钥匙却被老妇人抢过去 并吞到了肚子中 已经疯癫的杀手立刻冲进牢房 杀死了自己的老师 取出了钥匙 当她从地下室追出来的时候 盲人和玛丽已经无影无踪 各大媒体立刻采访了获救的玛丽 结果玛丽表示杀手是一个可怜人 是屈爱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她的今天 更认为大家应该善待这个杀手 这个奇葩的言论让记者震惊不已 也是玛丽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中 而杀手则在电视上看到玛丽的言论 在懊悔中选择了跳崖自杀 而盲人最终俘虏了美人心和玛丽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